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们怎么会打败灵啊 你们是侠岚吗 侠岚是坏人 我呸 侠岚是坏人 那你是什么 我是好人 侠岛是坏人 不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傲敏大人 望鸿阁就在城内 走 跟我进城抓丑妹 是 傲敏大人 怎么 动静搞得太大 只怕打草惊蛇 你们守在城外 从现在开始 此城许进不许出 是 昆吾跟我进城抓人 记住 低调一些 是 他们要找的好像不是咱们 怎么讲 他们进城了 进城 还有昆吾 昆吾 怎么忽然提起他 碧婷的意思是 昆吾跟他们在一起 昆吾做了叛境侠岚 他并没有背叛我们 只是 他已经不是他了 我不明白 大寨后 我见过他一次 他的侠岚印 已经变成了紫色 什么 能把昆吾变成这样 也只有那个人了 裴左 他现在是九宫岭的统领 只有他会这么做 走吧 去看看能否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线索 记住 敌方势大 千万保护好自己 不到万不得已 别跟他们硬碰 还是劳动得来的粮食吃得最踏实 对 我负责劳动 你负责吃 你还能不踏实 要不是我给你赴灵索 你能又成为这个帮手吗 没有他 你又怎么能打跑那只铃铛 归根姐弟还不是因为我 我错了 不过老师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先说一百遍老师永远是对的 一百遍老师永远是对的 老师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灵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说起灵 就要从万灵之王穷奇说起 穷奇 万灵之王 自从上古侠岚将他封印在了无情之渊之后 他便一直沉睡着 老干的说 灵就是穷奇遗留在世间的灵力形成的 他们会感受到人类的预念 然后对人进行附体 此时人就变成了傀儡 等他们从傀儡体内再出来的时候 傀儡就变成了灵 灵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分裂繁衍的 我的妈呀 想得透彻吗 偷偷偷 偷偷 之前那个时候就是一遍了 又碰巧被灵感受了 他要贪念 所以才被附体呢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就好 怎么回事 咱们暴露了 网红河规矩 无论是谁 进来得先报自豪 自豪 抱出来吓死他们 我们是侠岚 侠岚 侠岚 有 我说我这两眼皮轮着跳呢 原来是侠岚大人们大驾光临了 侠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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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刚刚还在呢 侠岚大人 你找他们干 什么呀 快 千万别停下 老师 咱们为什么要蒙着脸 废话 当然是防止身份暴露了 撒怪人 哎哎哎哎 这样算不算暴露啊 几位跑了这么久 也该歇歇了吧 老师 怎么办啊 哎 没办法了 我先走 你们殿后 喂 有你这样为人尸表的吗 怎么了 老师有难 你做学生的不该请示相救吗 哦 我非常后悔做你的学生 等这波危机 走 你们谁都走不了 这回连我自己都走不了了 是那个孩子 奇怪 为何他们会抓他 那两个体内有水属性和火属性元气的人又是谁 从没见过 我估计裴左那边很可能出了变故 咱们怎么办 剪辑行事 不能让他们把这个女娃娃带走 现在怎么办 我 到底是正派下来 这么大的冰枪 我还真弄不出来啊 别发感慨了 现在怎么办 你倒是给个章程啊 亏了有这冰枪 那我就借花献佛了 哇 厉害啊 别发感慨了 给我砸 我劝打 我劝打 我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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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也给我砸 狠狠地教他们做人 做人 劝打 得 彻底没招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实力 这就是侠岚真正的实力吗 是 山鬼谣 好 山鬼谣 哼 我当是谁呢 怎么 就你一个人吗 你那些所谓的同伴呢 别动 羽毛侠岚 上次就是他伤的你 好啊 上次被你们侥幸逃掉了 这样 正好一起收拾 狗狗 你真是山鬼谣 你 你 谣叔 哦 你也太帅了 简直跟我梦里的一模一样 给我签个名呗 签八卦下面就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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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们这点本事 连灵都瞧不上眼 还想跟我敖敏大人斗 建军 你和碧亭带他们离开 剩下的交给我 你千万小心 你们跟我来 他们是好人 跟他们走 嗯 魂巫 截住他们 山鬼谣 今天我就好好陪你玩玩 呀 则对 鬼尘尽相 刀心 别追 哎呀 哎呀 我以为这俩棒子有多靠谱 咱还是快跑吧 碧亭召唤海东青 嗯 有敌人 小雅姐 你怎么会在这 快过来 死了 老虫 太好了 她沒抓到人 咱們得想辦法離開這兒 小鴨姐 這次多虧了你 媽呀 我居然敢跟俠嵐對著看 幹得漂亮 謝謝啊 不過 你為什麼要救我呢 你明知道他們是俠嵐啊 不管他是什麼 既然你們現在是望紅閣的人 那就是我的手下 我族老大的 總不能被你們見死不救吧 而且醜妹說了 俠嵐是壞人 我相信他 看我幹嘛 趕緊看看那個俠嵐走了沒有啊 他走了 嘿嘿 看來這老天爺還是站在好人這邊的 走 進出城 不行 他們這幫俠嵐明明有很多人 可剛才來抓我們的只有兩個領頭的 他們的手下呢 你是說 這城 我們應該是出不去了 出得去 大家好 今天的俠嵐百科要介紹的是酒尊 古時候因為酒在各種祭祀儀式以及冠婚 喪聘等場合中享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所以古人對酒器及其規格與象征身份的尊卑等十分講究 在古時 承酒器通稱為尊 現以更為尊子 而飲酒器則通稱為爵 尊的才智有陶木銅等 且銅質較多 分為尊 李 有 吳 雷 布 和 吳等 尊有 銅 木 象牙 玉 獸腳等式 主要有 掘 甲 腳 孤 制 弓 杯等 酒尊一般是圓形 直壁 有尬 肚子大又深 下有三足之稱 側有獸還賢爾 譬如飼養方尊 而酒絕呢 是沒有蓋子的 直接用來飲酒 前有清酒的流槽 後有飛尾 中間是杯身 一菜有盼 也是有三足之稱 但杯口有二柱 通常我們在古中劇中看到 君王一九所用的便是酒絕 最後提醒大家一句 喝完酒一定一定不要騎馬 是開車 請尋天光扎仙彩雲附影 去找萬象聲平雪後出擊 此曲長路慢風雨季 唯有分毫遲疑 周風全雨來明星等忘記 卻眉眼溫柔白前雙霞影 不心聲不行 花兩意 赤眉望兩病來講得好情 想孤單是你此刻都歸零 是幻夢是酒意 是緣起斬破重路 破曉中灑塌清淨 破曉中灑塌清淨 破裏遙遠處太近 不忘空想推演誰比拟 玄火歸行 念倫不改 了無天命的何神奇 月珠星雲穿天來 此刻夜路風存無心之地 心海回流秋天經落 再守此刻風花萬里 你 生活有你 你最平沉淨 你 重見自己 完整的世界 破裏遙遠處太近 不忘空想推演誰比拟 玄火歸行 念倫不改 了無天命的何神奇 月珠星雲穿天來 此刻夜風存無心之地 心海回流秋天經落 再守此刻風花萬里 願守此刻風花萬里 願守此刻風花萬里